台中市长卢秀燕 那么18号展现后周历 邀请了跨党派9位蓝白县市首长合体 而针对民生电价问题发难中央 那你被外界瞧没有解读说 市长营造再也共同气势 台中市长卢秀燕一开口 就吸引在座其他人的注意力 国民党民众党9位女性县市首长 齐聚一堂 由卢秀燕带头讨论全国的电价问题 我们有提出来 对于电价可能要上涨表示关切 我会请我们的副市长 到行政院会去提案 电价问题地方当然可以给意见 但卢秀燕只召集蓝白9位女性县市长讨论 在由台中代表到行政院会 一支独秀交出提案 直接无视了党内其他男性县市长 卢秀燕二月才因为台中交通议题 特别出席行政院会 行政院会宛如成为卢秀燕挥洒政绩的舞台 行政院会至少是一个抛出来话题 而且一定是中央会接球的地方 那如果中央不接球他可以声势 那如果中央接球了 他就可以拿到具体的资源 卢秀燕在台中扎根稳固 2028代表国民党出征总统呼声超高 要维持声量传出卢秀燕身边幕僚建议的第一步 是放弃争取党主席 朱立伦也没有退选 而是选择跟他应聘到底 这个裂痕势必会造成 他在这一段时间历称这个党中央 称了那么久 募了这么多的款 你不可能让他就这样子裸退就下去了 他一定不甘愿嘛 他可能会再次找一个战场重新回来 也许就是要挑战总统 毕竟党内战时没人竞争 定于一尊 没掌握党机器也不怕没被提名 卢秀燕可能选择打安全牌 比起争取党主席 当选后还要跟市政蜡烛两头烧 好好把市长做到2026 才能站稳正脚 直攻2028总统战场 记者陈瑞祥另一拉采访报道